娱乐圈的禁忌,不在寒雪面前炫富,不予500喝酒。 很高兴你能百忙之中点开小编的文章,小编也会努力创作给你们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,如果在你阅读中发现有什么不足的地方,也请告诉小编哦,我会及时指正,也将虚心接受你的建议。 大家有好的文章也可以在评论区交流哦,谢谢大家!你们的支持和鼓励也将是我最大的动力。 不予500喝酒,听到这是不是认为500是一味酒吧呢?一步警惕本身便会被喝爬下呢? 其实不然,是由于他唱的一首歌中有一句来来来,喝完这一杯,还有三杯,所以若是与他喝酒,不知还要多喝若干好多杯。 不予韩雪炫富,韩雪出生假世世家,有助强大的背景和极高的修养,就连王思聪,马云等大佬级别的人物都市让他三分,所以在他面前炫富也只能是自不量力。 不请肖静腾当嘉宾,肖静腾是一位很优秀的歌手,他也是一位很受接待的嘉宾人选。 然他有一个称呼就是雨神,通常请他当嘉宾,那一天必定不会洋亮光昧,反而是乌云密布,这也是不雅观不雅观众所疑惑的事,莫非此人身上有魔力。 非常感谢小可爱们在百忙之中点开小编的这篇文章,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啦,喜欢可以分享关注一下小编我,欢迎大家有更好的建议的话,也可以在评论下方分享您的看法,最后感谢大家的阅读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